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地震时,丈夫为救白月光,亲手将我推向砸下来的房梁,大难不死,我隐姓埋名苟活三年,在见到我时,她彻底傻眼了。 地震发生时,我的丈夫为了救白月光,亲手将我推向了砸下来的房梁。 我被砸中脑袋,在乱石之下没了呼吸,可她却冷漠地看着我,白月,别装死。 见我不回答,她吃笑了一声,转身告诉救援人员所有人安全逃出。 她说,想死是吧?那我成全你。 白月,再装下去就没意思了,你现在醒来,我就当没有这回事。 周九安站起身,冷漠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不就是几块石头吗? 你皮糙肉厚,只是砸了一下而已,又不会死,至于吗? 她的语气越发不耐烦,可我被压在石头下面,连说话都做不到。 吼口发心,鼻腔里满是灰尘,我的眼皮都快要抬不起来了。 脸上也是血肉模糊,我艰难抬头,救,救我,我想活下去,我还不想死。 救救我,周九安,救救我。 周九安愣了一下,她正要有所动作时,忽然,许清之吃痛的声音传来。 啊!周九安转头,连目光都未曾留给我,着急地跑向了许清之。 周九安,我好疼。 许清之的脚踝高高肿起,我艰难地看向两人,却听到周九安心疼道,伤成这样,怎么都不说。 我抱你过去。 她说着,将许清之横抱起来,犹如珍宝一般。 许清之吓得搂紧了她的脖子,我没事,我也是怕月月出事情,才着急了些。 月月怎么还不起来呀 我刚刚明明看到 她用石头朝脸上砸了一下呀 许清之说着 连忙用手捂住了嘴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随后又赶紧道 对不起月月 我不是故意拆穿你的 但是你拿生命安全来糊弄久安 真的很不应该 周久安的脸 也呼得变得清黑 你真是不知悔改 说吧 她抱着许清之大步走了出去 却没有看到 我疼得连呼吸都做不到了 周久安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你明明知道 我有多么在乎我的容貌的 我怎么可能自毁容貌啊 我使尽力气 去抓住了她的脚踝 救我 孩子 恶心 要死就赶紧死 可她却一脚踢开了我的手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嗨 孩子 我看着周久安决绝的背影 口中不断地吐出鲜血 她却不曾回头看一眼 周久安 你真的看不到我身上的石头 有多大吗 还是真的看不到我的鲜血 已经将周围的土浸湿到发黑了呀 我知道 你不是看不到 你只是不在乎罢了 可是 我真的好想活下去啊 我的孩子 她才在我的肚子待了两个月不到 她还没有感受到母爱 却没有机会 来看这个世界一眼了 我死了 死前 过去发生的一切 犹如走马灯般晃过 我想起了 我这不该的一生 我不该 爱上周久安的 不该的 这样 我也不会害死我的孩子 我 周久安 许清芝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我暗恋周久安 可他俩却互相喜欢 就在我决定出国放弃他时 许清芝主动找上了我 他哭着求我 求我将出国名额让给他 为了出国名额 他选择放弃周久安 而我 为了周久安 也为了和许清芝的那点友情 选择放弃出国名额 许清芝走后 周久安伤心欲绝 我只是尽到朋友的情分 安慰他 陪着他 我从未奢求他会和我在一起 可是他跟我表白了 他说 他爱上了我 还跟我求了婚 我以为 我终于苦尽甘来 可三个月前 许清芝回国 他说 当初是我逼他离开的 多可笑啊 这样跌脚的理由 周久安信了 这里还有人 回忆突然被打断 一个救援人员 朝着其他人大喊 就在他们要跑过来的时候 周久安拦住了他们 他微微拧眉 他是装的 他没受伤 我检查过的 哼 我的灵魂 飘在周久安的身前 我看着他面不改色的撒谎 忍不住笑了笑 明明是笑 可眼泪却落了出来 但凡他真的检查过 或许 我和我的孩子 也还有机会活着吧 我看着他那张 爱了那么多年的脸 在这一刻 竟然犯了恶心 救援人员愣了一下 随即怒斥道 他被那么多石头压着 只剩了个脑袋 垂在地上 你管这脚没受伤 他说着 赶紧朝我的尸体 跑了过去 不过几秒 就有医护人员惊呼 失血过多 生命体征微弱 必须马上送医院 快 大家快来帮忙 我看到周九安的脚 不顿了顿 他的脸上有片刻的慌张 正要回头时 许清之叹了一口气 月月的演技真好 当初他就是这样 骗我离开的 不过一瞬 周九安的慌张 转变为了愤怒 我倒希望 他是真的死了 晦气 我的灵魂 一直跟在周九安的身边 我看到他一路都在咒骂我 可是对着许清之时 又变得那么温柔 他亲自给她上了药 他虔诚地揉着许清之的脚踝 如同他的圣徒一般 九安 我没事了 你别担心 许清之笑着同他撒娇 不过 也不知道月月怎么样了 周九安冷哼一声 都怪白月 如果他快点 给你挡住那块石头 或许你就不会受伤 闻言 我的心猛然一痛 这时 周九安的电话响了 周先生您好 请问 您是白月的家属吗 对面的声音传来 白月女士抢救失败 已经离世 请您来人民医院 领走遗体 又来了 什么 对面似是不解 可还不等他说什么 周九安直接挂了电话 随后脑怒地把手机摔在了沙发上 他真是有病 周九安怒骂了一声 连和别人演戏给我看 看来是我这两年 把他惯坏了 许清之脸色微变 他柔声安慰 月月使尽手段 好不容易和你在一起 可能是因为我在 他有危机感了吧 也是我不好 让他心里不舒服了 我这就去跟他道歉 让他回来 说着 他的眼泪就要落了下来 周九安连忙抱住了他 不是你的错 该滚的人 本来就是他 我看到他俩亲密拥抱 看到周九安克制地 在许清之的额头上 落下了一吻 也看到了沙发上的手机 在不断地闪烁 明明我只是灵魂而已 可是 为什么那么疼呢 我真的好疼啊 疼到我的灵魂 都快要散了 安慰好许清之后 电视上突兀地出现了报道 今日下午十一时 临时发生四级地震 一名孕妇经抢救 无效后去世 该名孕妇 仅一个四级地震 死者只有一个 还是失血过多死亡 记者报道时 很是惋惜 许清之和周九安 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报道 似是熟悉的场景 又或许是熟悉的衣服 刺激到了周九安 我看到他的脸上 多了几抹震惊和担忧 他也会担心我吗 我微微闭眼 只觉得可笑 他怎么可能会担心我呢 他是看到我死了 他还会高兴地大笑吧 不是他 周九安恍惚了一下 呼得拿起了手机 可就在要拨过去的时候 他却又停住 不是他 他没怀孕 我不可能让他这样的女人 生下我的孩子的 他不配 而且他这样的祸害 是不可能死的 周九安直接将电视给关了 他抿了抿唇 看向了许清之 许清之四世 看懂了他的意思 他安慰到 只是和月月长得像而已 而且月月怀孕了 怎么可能不跟你讲 除非他怀的是别人的 够了 周九安却是突然打断了 许清之的话 他的眼神微冷 白月再怎么样 也是你的朋友 你不该给他乱扣帽子 这是他第一次跟许清之说 这么重的话 可很快 在他眼泪掉下来时 他还是心疼了 抱歉 我今天被白月弄得有些头疼 不是怪你的意思 芝芝 你先休息吧 他起身回了房间 而我 我想挣脱这里 可不管我怎么做 我都不能离开周九安太久 无奈之下 我只能在房子里转悠 许清之没有离开 而是一瘸一拐地进了厨房 很快 他就做好了一碗面 给周九安端去 进去时 周九安似是在做梦 我好像听到了 他在叫我的名字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叫我的名字 而那一刻 许清之的脸上 也闪过了一丝愤恨 但很快就掩饰了下去 随后便温柔地 叫周九安起来吃东西 好吃 谢谢你芝芝 比白月做得好吃多了 周九安说完这话 两人都愣住了 不过片刻 许清之便僵硬地转移了话题 月月大小街脾气惯了 厨艺难免生疏 九安 你还记得我 第一次给你煮面 是什么时候吗 周九安似是陷入了回忆 是高中吧 我记得是在我家 不过那时你的手艺 也不太行 当时 你还把糖放成盐了 舔得发酷 周九安温柔一笑 却不想 许清之的表情将在原地 周九安才反应过来 眼里多了几次懊恼 我看着她的模样 却不免发笑 因为那碗面 是我做的 不过那时 她没有嫌弃我 做得难吃 而是一口气全吃了 曾经 她也拿真心对过我的呀 只是 怎么会这样了呢 我听到周九安对许清之说 抱歉 我今天很累 许清之愁愁了好一会儿 最终还是走了 这是周九安第一次没有送她 她反而是拿起电话 给我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 可无人接通 她烦躁地扯起领带丢在地上 骂了一句脏话 这时 门外一声巨响 我跟着她一起飘了出去 没想到 来的竟然是我的父母 看到爸妈的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不自觉地落了下来 爸妈 我叫他们 可是他们再也听不到了 该死的畜生 我爸看到周九安 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 你害死了我的女儿 我要打死你 你可知道 我女儿她还怀了你的孩子啊 你这个畜生 你怎么那么心狠 周九安被打猛在了原地 好一会儿 她才不敢置信 哆嗦着问道 爸妈 你们是在陪月月演戏对不对 你们别演了 我是不会信的 周九安一路跌跌撞撞着闯进医院 她终于明白 终于明白那通电话 不是我请人来演戏的 可她不是恨不得我去死吗 现在这副模样 是做给谁看的 护士 今天地震 送进来的那个女人 你告诉我 她是谁 她不是白月对不对 她扯着护士的衣服 像一个疯子一般 护士被她吓了一跳 好半赏才道 先生 您是白月的家属吗 白月的尸体 已经被她爸妈签字领走了 护士翻了翻本子 惋惜道 哎 一尸两命 实在是造孽 她轻声道 她的背都被石头给砸凹进去了 心脏处还被尖锐的石头插了进去 脑袋也被砸了一个大洞 不过她也挺坚强的 成了蛮酒 要是早一点送医院 哪怕只是三分钟 说不定都还能活 另一个护士接话道 而听到这些话 周九安却忽然贪软在了地上 她的脸色变得越发惨白 嘴唇微微哆嗦 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她痛哭的模样 有一瞬间想问她 是不是后悔了 我不敢奢望 她后悔 为了救许清之 推我去挡房梁 我只想问她 后不后悔 在我向她求救时 她亲手送我去死 我本来是可以活的呀 这一夜 倾盆大雨 周九安找到了我爸妈 祈求他们想见我最后一面 我爸妈让人打了她一顿 将她丢了出去 我以为她会顺势离开 却不想 她在大雨里跪了一夜 故作深情 令人作呕 周九安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永远记得 是你送我去死的 周九安在我家门前跪了三天 最后昏迷过去 被许清之捡了回去 她走后 我的葬礼如约而来 快接近尾声的时候 周九安还是来了 爸妈 求你们让我渐渐跃跃 周九安一头狠狠磕在了地上 我妈却是狠狠推了她一把 你滚 你滚 为什么我的月月是和你在一起的 你没有保护好她 甚至丢她一个人 在医院去世 你该死啊 我妈哭红了眼 几度昏迷 而这时 周九安 你还敢来 一道男生 立声叫她 她还没反应 一拳就落在脸上 强大的力量 使她站立不稳 倒在了地上 宛如一条死狗 我看到了来人 是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我看着她 心红的眼睛 便也知道 她得知我死后 该是多么的伤心 你该死 是你害死了月月 你该死 她一拳一拳地 砸在了周九安的身上 许清之在旁边拦不住 只能尖叫 可她却也不敢 替周九安抵挡一二 扑 不过几分钟 周九安一口老血 喷了出来 可我只觉得 她活该 她活该被打死 但我不愿 不愿我的好友 担上污名 言行 别打了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我在她的耳边叫她 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感受到了 我的存在 真的停了手 傻子 她红着眼睛哽咽道 真是个傻子 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当初我说 给你介绍帅哥 你不要 活该吧 被她害死了 我垂着眸子 不敢看她 是啊 当初她跟我说 周九安不行 她认识很多帅哥 每个都是 她把过关的 人品 家世 相貌都是绝佳 她说要介绍给我 可我不要 我死了心地 要周九安 现在 也算是应了她的话 我活该吧 可我从来没想过 原来 喜欢也会是一种错 打也打够了 出气了对吗 能让我看一眼月月吗 周九安站了起来 许清之要扶她 却被她一把推开 别碰我 她红着眼睛道 我要见月月 你们让我见月月 不可能 严行怒道 凭什么 她是我的女人 她是我的妻子 严行看着她这副样子 突然笑了 这里没有其他人 收起你的虚情假意吧 白月生前 我心软 放她跟你在一起 她死后 我不会再让她重蹈覆辙 放完狠话后 严行走进了里屋 跪在了我的生前 作为朋友和哥哥 没有保护好你 是我的错 我伸手 想安慰她 不是她的错 是我 是我识人不清 可她听不到 我也无法阻止她愧疚 周九安再次被赶了出去 连同许青之一起 狼狈不已 你说 白月怀的孩子 是我的吗 周九安忽然问 许青之愣了一下 她柔弱道 应该不会吧 可是上次在酒吧 我看到月月亲她脸了 哼 周九安冷笑了一声 眼底犯恨 我有什么可愧疚的 她早就给我戴了绿帽子 死了也活该 文言 我气得快要炸了 周九安 你真无耻 为什么我死了 你还是要侮辱我 我好像 从未真正地认识过她 周九安 带着许青之离开了 我不想跟着她 可不知为何 我还是被迫 跟在了她的身边 回到别墅后 许青之心疼地 给周九安擦药 九安 我知道你重情义 可是月月地死 错不在你 谁也不知 许青之话 还未说完 周九安突然吻上了 她的唇 两人缠绵 周九安说 她早就背叛我了 我为什么要替她 守身如玉 我深吸了一口气 转过身没看 我没有心痛 也没有不甘 我只是 为我自己不值 这样的男人 为何直到我死后 我才终于看清 干柴烈火 一点就着 我没有观人床室的癖 飘在了远处 没一会儿 两人就完事了 我以为还会缠绵 却不想许青之愤怒地 走了出来 白月白月 又是白月 她都死了 为什么还无处不在 我不明白 也不想理会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死后的第四天 我的灵魂又透明了一点 一日 周九安醒来后 表情有些奇怪 但她很快便走出了房间 她点了外卖 是包子和豆浆 我不爱吃这些了 许青之似是在生嫩气 为什么 许青之淡淡地说 国外没有这个东西 借了 国外也没有我 你是不是也借了 她慢慢抬起头 许青之答不上话来 周九安忽然道 我昨天梦到白月了 是十八岁的白月 她看着许青之 轻声问道 真的是白月逼你出国的吗 氛围很怪 我不知道 周九安为何会想起问这个 可是现在问 有意义吗 毕竟 我死了 我活着的时候 百口莫辩 更何况死了呢 许青之噎了一下 正要说话时 变化适时响起 我的骨灰 被爸妈带走了 而周九安的公司 被言行打压了 许青之听到了对话的内容 看着周九安一点点愤怒起来的脸 抓起包就离开了 周九安似是有些烦躁 她打开冰箱拿水 看到了一条便签 那是我写的 是用来提醒自己的 我贴在一份罐装冰淇淋上的 提醒自己要赶紧吃完 周九安私下便签 随手揣进口袋 把冰淇淋拿出来 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越吃头越低 我已经没有心情去管它了 我突然间好想父母 想起父母 以后没有了我 他们该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 眼泪又掉了下来 许久之后 周九安还是去哄了许青之 搬过来吧 那房子太大了 周九安抱住许青之 他说 别离开我了 好吗 许青之在周九安的怀抱里点点头 许青之抬头想去问周九安 那只刚抬起头 周九安的唇就落了下来 有什么疑问吗 周九安欺瞒后问 许青之甜甜地笑着摇头 最后一箱东西搬进家里后 许青之成功入住 他兴奋地拉着周九安 去商场买东西 我跟着他们飘来飘去 周九安的脸上全是幸福的神色 我越看身体越冷 之前新婚的时候 周九安从来没有这样 陪我一起买过东西 他嫌麻烦 从来都是找人告诉他们 让他们直接送到家里 两人回到家后 一起瘫在沙发上 谁也不想动 第十天了 我开始时不时地昏睡 周九安和许青之吵架了 原因很简单 许青之想把家里 我存在的痕迹 全部扔掉 周九安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只是他突然发现 那只粉色兔子不见了 他愤怒地冲下来 质问许青之兔子去哪了 许青之回答扔了 周九安快速地跑下楼 去找兔子 我猛然发现 我可以不用围着周九安转了 我立马离开此地 飘向我爸妈家 就短短几天而已 爸妈迅速衰老 好在严刑陪在他们身边 可以替我陪着爸妈 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爸妈 女儿不孝 不能在你们身边尽孝了 下辈子当牛做马 暴打你们 我跪在他们面前 磕了三个头 老白 我好像看见月月了 妈妈激动地说 她就跪在我们的跟前 哪有啊 你别是出现幻觉了 爸爸伤心地拍着妈妈的肩膀 妈我颤抖地叫着妈妈 月月 妈妈立马起身 直直地冲着我来 妈 我哭喊着叫出声 我的月月啊 妈妈心疼地想要抱住我 可是却抱不住我 我可怜的女儿 妈妈因为惯性扑倒在地上 严刑和爸爸赶紧去搀扶 妈妈 不要难过 你跟爸爸要好好的 不要太伤心 我的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我只能麻木地流着眼泪 妈妈 对严刑说 我不怪她 我怎么会怪她呢 希望她能好好替我照顾你们 话刚说完 我就被强大的吸力吸到周九安身边 严刑在我消失的时候 看见了我 我又再次回到了周九安身边 看样子两人又大吵了一架 周九安 你跟我说 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白月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你真的不喜欢她吗 你真的没有爱上她吗 那你为什么躺在我身边时叫的是她的名字 为什么我把那个兔子扔了 你那么生气 其他的我都可以劝自己 她刚死 你不适应 可是 周九安 我看不到一点点你喜欢我的样子 你说我变了 不 其实你变了 你已经爱上白月了 许青之流着眼泪斥责道 我承认 当年是我去求白月 让她把名额给我的 我当年确实很想出国 但是以你的家境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的 可是你没有 你没有来找我 许青之突然间觉得好累 我以为白月死了 你就可以轻松放下她 可是 我忽略了一点 如果你已经爱上她了 那我怎么比都是输 我不爱她 周九安无力地辩解 那你又为什么把她找回来 许青之问她 得不到回答 许青之愤怒地离开 周九安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里粉色的兔子 还记得这个兔子吗 我轻声地问 我们第一次约会 你帮我赢的 我一直留着的 你这么珍视吗 忍你不珍惜 珍惜一个物件是吗 死后的第十五天 直到中午我才醒来 醒来发现不在家里 而是在公司里 所有人都急急忙忙地 跑来跑去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 一夜之间 安月的股票 全部变为一堆废纸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都围着周九安 让她拿主意 周九安面容憔悴地 想着一切办法 她能有什么办法 对方显然是冲着 要毁了公司来的 不仅公司破产 周九安还会背负 高昂的债务问题 周九安深吸一口气 放弃吧 不要再费尽力气 去想办法了 没有用了 你们都走吧 众人都离开后 她坐在办公室 中间的地上 白月 我爱上你了吗 我真的爱上了你吗 她眼神涣散地 说我爱你 白月 可是 可是我都做了什么呀 我很累地躺在沙发上 没有任何力气说话了 我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 才能离开 再次睁开 十天已经黑了 周九安跪在我的墓前 我的墓 已经被牵走了 只剩一个空的壳子在这 言行就在此刻来了 我的公司 房子 车子 你都已经拿走了 你还来这做什么 周九安怀里抱着那只粉色兔子 嘲笑你呀 让你记住 你拥有的这些都是谁带给你的 周九安你可别轻易死了 我也不会让你随意地去死 言行说完就离开了 我就坐在空白的墓碑之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就像弥留之际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一样 周九安 装什么悔恨呢 我轻声细语地说 周九安立马抬头白月 是你吗 他立马起身 四处寻找我 此时天已经黑了 我也近乎看不见了 不用找我了 我就在这里 我语气懒懒地说 白月 对不起我 周九安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累了 没有力气去深究这些了 我只是想问你 为什么要在失去后才知道珍惜 当年许清之离开后 你真的伤心吗 还是不甘 还是愤恨 我死后 你又为什么跟许清之在一起后 又想着我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又想着许清之 你这样的人注定孤独 什么都得不到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周九安像个犯错的孩子 你现在跟我道歉 也没有用了 我马上就要消失了 等到太阳升起 就是我真正消失的时候 我预感 待我真正释怀的时候 我就会离开了 其实也不是释怀 只是我真的认清了 白月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不应该丢下你不管的 我应该先把你救出来的我 周九安哭着说 没有用了 周九安 我马上就要消失了 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许清之 你也不好好珍惜 我太累了 你死后不要来找我 我不想见到你 我说完这句话后 意识彻底消失 我本以为 我会彻底消失在世界上 但是没有 此时此刻 我在我心的目的上 现在我的移动范围大了点 整个灵远 我都可以活动 还有好多朋友 日子过得还不错 月月 周九安一直找我问你在哪 我不想告诉她 她伤你伤得这么深 我不想让你死后 她还来打扰你 言行把我最喜欢的百合 放在墓前离开了 我飘在她的身后 在她即将走出去的时候 我轻轻地抱住她 她似有感觉似的 偏头笑了 我本以为周九安找不到这里 却在言行离开的第三天 周九安找到这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 放了数百合 带了我最爱吃的顿排骨 放完就离开了 我一路跟着她 她似乎更瘦了一点 显得更高了 不过 无所谓 管你高矮胖瘦 我不再跟着她离开了 在我离开后 周九安缓缓回头 月月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一周后 言行给我带来了消息 周九安自杀了 她放了一把火 活活烧死了自己 而许清之 她趁机卷走了周九安的钱 却不想逃出国的时候 被一辆大货车卷在了车底下 人没了 真好啊 我笑了笑 我好像快要投胎去了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叫韩玉芬 今年54岁 1986年的时候 我考上了师范学校 那时候能考上小中专 就很幸运了 入学的时候 就能把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 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而且是干部身份了 在当时 女生考上师范的比较少 我们班里39个人 只有15个女生 1989年师范毕业以后 我分配到了 离家50多里路的一个山区学校工作 当时乡镇还没有通工交车 想回家一趟很难 我刚上班第一个月的工资是61块5毛钱 而那时一辆自行车就得180多块钱 刚刚上班我根本买不起自行车 再说 我的家庭比较贫困 当时弟弟妹妹都在上学 还指望我这点工资交学费呢 每到周末的时候 因为我不能回家 我就百无聊赖地 在办公室里被一会儿课 看一会儿小说 打发时间 我的男同事小离比我早分配两年 有事没事经常过来找我聊天 一到周末 学校里的老师基本上回家了 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里 小离的家就住在学校附近 他在村子离学校 只有不到三里路 他平时步行着回家吃饭 就很方便 周末的时候 他也经常在学校里逛游 我待在办公室里时 他就过来和我谈天说地 那时候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我们学校里的火房会正常做饭 周末火房就关门了 到了周末吃饭的时候 我们没地方吃饭 他就约着我去学校前面的小饭馆里吃饭 有时他付款 有时我结账 慢慢地 我们越走越近 我记得那年秋天 小离对我说 韩老师 我们家里正在刨地瓜 你在学校里也没事 请你帮忙去和我们刨地瓜吧 我一听很高兴 能去给他们帮忙 也不错呀 再说 平时周末的时候 他经常在学校里陪我 我总得感谢感谢人家吧 就这样 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他们村 我们直接去了他家的地里 我看到他的父母和他弟弟都在那里干活 我去了以后 他的父母对我特别热情 他母亲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 当我要拿着噱头要刨地瓜的时候 他母亲把噱头拿到了一边说 姑娘啊 我常常听我儿子说起你 我一直想让他带你回来玩玩 你今天终于来了呀 姑娘 看你细皮嫩肉的 我可不舍得让你干活 来 咱们先回家 我做好吃的给你吃 小李的弟弟也说 韩老师 我天天都听我哥说起你呢 今天我终于见到真人了 我朝他笑了 小李的弟弟和小李长的就像一对双胞胎一样 脸面和个头都差不多 我去到小李的家里一看 一条大鲤鱼装在盆子里 桌子上还有一大块猪肉 一看就像准备招待客人一样 我的心里忽然有些忐忑不安 也有些甜蜜 看来小李的家人对我的到来非常重视呀 我洗了把手 赶紧帮着小李的母亲一块做饭 吃饭的时候 小李的父母和他弟弟都一个劲地让我多吃点 弄得我不好意思了 临走的时候 小李的弟弟开玩笑 小声对我说 韩老师 当我嫂子吧 我哥这人不错呢 我看你俩郎才女貌 真是非常般配的一对 我的脸上飞起一朵红云 我说 哎呀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们就是普通同事 在小李家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 我羞涩地不敢抬起头 其实我和小李之间就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这次无意中来了他家一趟 一切也都不言而喻了 从那以后 我和小李就开始了大大方方的交往 我们俩在工作中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他是数学老师 我是语文老师 我们两个人所带的班级成绩 都在学校里名列前茅 1991年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本学校的职工 虽然住房比较紧张 可是校长体谅我们 给我们分了一套家属院 那是两间宽敞的房子 还有一个一个文心的小院 让我们觉得特别幸福 按照农村风俗 我们在村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过门的时候 我的小叔子悄悄地塞给了我一个红包 我一愣 我说 兄弟 你还没有成家 你不用给我红包 在我们这里 没有成家的弟弟妹妹 不需要给嫂子红包的 也不用随礼 可是小叔子郑重其事地说 嫂子 这是我的心意 你必须收下 我敞开一看 红包里面有1600块钱 当时的90年代初 这1600块钱 可不是小数目 我惊讶地问丈夫 小叔子哪来这么多钱 丈夫说 这几年小叔子一直在附近一家采石厂干活 他在那里的工作非常累 天天装卸石头 他攒了这些钱 全部送给了我们 当时由于我们上班不久 工资又低 再说 彼此的家庭条件都不好 我们挣到钱的时候 都帮衬了家里 几乎没有攒下钱 在那个年代里结婚的时候 条件好的人都打上了小组合家具 买上了电视 冰箱和洗衣机 我们没有钱 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 我们就打了一张桌子 一套简易的沙发 这就是全部的家具 小叔子看到我们没有买电器的时候 他非常着急 就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让我们去买电器 拿到这些钱以后 我一阵心酸和感动 三年后 小叔子也找了女朋友 弟媳妇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 看上去瘦瘦弱弱的 有的邻居说 这姑娘看着身体不结实 能干农活吗 小叔子不以为然 他总是拍着胸脯说 放心吧 他干不了农活 不是有我吗 我身体结实着呢 小叔子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工资 就比以前高一些了 办流水席的钱 都是我和丈夫出的 小叔子结婚以后 弟媳妇的身体就不太好 三天两头的生病 但是我的公公婆婆 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他们从来没有嫌弃过弟媳妇 由于弟媳妇身体不好 每当农忙的时候 公公婆婆自己家的活不干 先去帮小叔子家干完 他们生怕弟媳妇着急 那时候农村的学校到农忙的时候 就会放假的 每当放了卖假和秋假的时候 我和丈夫就去老家里帮忙 我们回去干活 总是先去镇上的批发不离 买上两箱啤酒 再去搁上几斤猪肉 买上点熟食 弟媳妇身体不好 我们就不让他下地干活 让他在家里做饭 吃饭的时候 弟媳妇总会感激地说 哥 嫂子 你们回来帮忙就不错了 你们都是脱产的 可是干起活来呀 比庄护人都舍得出力呢 你们还得给我们带着好吃的 这怎么好意思呀 我说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咱是亲兄弟家呢 我们放了假也没什么事 回来锻炼锻炼身体 也不错呀 小叔子家有两个孩子 一个侄子 一个侄女 孩子都上学以后 小叔子的负担就比较重了 一是要给孩子们交学费 再就是弟媳妇的身体不好 需要经常花钱买药 他干不了重活 家里的活地里的活 都是他一个人的 农忙季节过后 小叔子还得去附近工厂打工 挣点钱补贴家用 每当我见了小叔子的时候 看到他憔悴的面旁 我就很心疼他 虽然不是我的亲弟弟 但是这些年 他拿我就像亲姐 每次我回去的时候 我要去锅屋里做饭 小叔子总是把我推到一边说 嫂子 你身上穿得干干净净的 别进锅屋了 这里烟熏火燎的 我来烧火吧 小叔子虽然比老公小三岁 可是看上去 比我老公大七八岁的样子我 我总会悄悄地塞给他三十五十的 让他买点东西给弟媳妇和孩子们吃 小叔子不好意思要我的钱 他红着眼圈说 嫂子 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亲姐 你对我太好了 2004年的时候 弟媳妇突然查出了胃癌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乍响的我们这个大家庭里 这些年 弟媳妇一直病病泱泱的 可是也没有大毛病 当我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泪如雨下 我和丈夫都对小叔子说 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 救治弟媳妇 不管花多少钱都行 我们攒了六千块钱 全部送到了医院里 小叔子家这些年 几乎没攒下钱 但是他的岳父母家都不错 主动借给了小叔子一万块钱 小叔子又去那几个旧家和一家 借了两万块钱 给弟媳妇治病 无奈弟媳妇的病情 已经是晚期了 做完手术以后 活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弟媳妇走了 小叔子哭成了累人 一下子老了十岁多 他走路都拖拖拉拉的 抬不起脚来 一直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谁都拉不起来 两个孩子更是可怜 哭作一团 这么小的孩子就没了娘 怎么办呢 弟媳妇的葬礼结束以后 我不放心小叔子一家 我回婆婆的村子里 看望他们时 遇到了让我心痛的一幕 当时是中午一点多了 可是公公婆婆家的门锁着 他们应该去了地里干活 还没回来 我想去小叔子家里看看孩子 可是我一到胡同口 我突然停住了脚步 侄子站在大门口 正扒着门缝往里看 侄女坐在门口 隐隐地哭着 脸上一道一道的泪痕 我悄悄地走过去 侄子看到了我 他眼里含着泪水说 伯母 我饿了 爷爷奶奶没在家 爸爸也没在家 我们没有家里的钥匙 我们饿了 那一刻我的眼泪哗哗的 我把孩子揽在怀里 给他擦去了泪水 我说 孩子别哭 有伯母在呢 我带着你们去 爷爷奶奶家 伯母给你们做饭吃 那天我买了一兜水果 还买了一些点心 我让两个孩子 坐在公公婆婆的门前等着 让他们坐在那里 吃水果和点心 我小跑着去了地里 把公公婆婆找了回来 当公公婆婆听到 两个孩子饿哭了的时候 婆婆哇的一声哭了 她哭着说 爱 我的孙子 没了妈妈 太可怜了 怎么办呢 回到婆婆家里 我赶紧给大家做饭 过了一会儿 小叔子也回来了 看到小叔子和两个孩子 在吃饭桌子前 狼吞虎咽的样子 我悄悄地磨起了眼泪 我当场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让两个孩子继续受苦 我要帮小叔子把两个孩子养大 当时这两个孩子都在村子的小学里读书 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 把两个孩子都转去了我们的中心小学里读书 当时一个读三年级 一个读两年级 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 儿子当时读五年级 我们家一下子有了三个孩子 因为我们只有两间房子 就睡不开了 丈夫就在小男屋里 安了一张上下层的床 让儿子和侄子住在那里 侄女还小 就让她住在北边的卧室里 离我们近 晚上有事就喊我们 刚开始的时候 侄子和侄女在我们家里很拘谨 吃饭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夹菜 我就给他们每个人找个小碗 把菜都扒拉到小碗里 让他们必须吃了 这样他们才慢慢习惯了 在乡下五天逢一个集 逢集的时候我就多买好吃的 给三个孩子补充营养 侄子和侄女学习都很用功 人也很聪明 考试成绩在班里第一第二的 当侄子和侄女上了初中以后 我们给小叔子 介绍了一个带孩子的女人 小叔子又重新组成了家庭 有时候 小叔子也会给我们家里送钱 给孩子交学费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他一分钱 我知道他挣钱很不容易 后来 我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侄子和侄女也读了高中 那几年是我们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我和丈夫虽然都有固定的收入 但是三个孩子一块花钱 有时候我俩的工资还不到月头 就没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侄子和侄女都和我非常亲 进门不喊大伯 我总是先喊伯母 尤其是侄女 见了我的时候 总是亲亲热热地和我微一在一起 伯母长伯母短的 把我叫得心里热乎乎的 侄子高中毕业以后 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医科大学 后来攻读 读了本校的研究生 毕业以后 应聘留在了南方的医院工作 在我们的建议下 侄女报考了省城的师范学院 侄女毕业后回了县城 在我们的县议中里 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侄女上班以后 发了头一个月的工资 这孩子把工资都提出来了 他拿着一打钱来到了我们家 一进门 侄女一把拦住我 眼里是晶莹的泪花 他说 伯母 我能挣钱了 这些钱全部给你 如果这些年没有你的抚养和培育 就没有我的今天 孩子的话 把我说得眼泪花花的 丈夫也背过身去 抹起了眼泪 侄女又说 伯母 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的妈妈 我就是你的女儿 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工作 你不用愁 以后老了我给你和大伯养老 听到侄女的肺腑之言 我的心里万分感慨 我们多年的付出 他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是个感恩的孩子呀 那些年 我们培养这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 我和丈夫四五年都不会买一件衣服 我们两个人在家里省吃俭用 逢急的时候都不舍得去买筋猪肉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外面吃得好一点 看到三个孩子学有所成 都有自己的事业 我和丈夫心里比吃了蜜都要甜 如今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三个孩子都回来了 在我和丈夫的眼里 侄子和侄女就是我们的亲生孩子 家和万事兴 亲人之间就得相互体谅 相互帮助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当亲人遇到难处的时候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